远警拿着警棍用力砸破车窗叫驾驶赶快开门下车 情况实在危急 因为前一刻驾驶还想倒车重撞警车逃离现场 另一个角度可以看到副驾驶座的老婆还抱着未满一岁的婴儿跟着警方指示下车 不过没让孩子坐安全座椅又上演逆向高速行驶实在危险 事情发生在一号下午两点多桃园中山路往中立方向 越南籍软性男子驾驶黑色轿车因为违规逆向遭警方难查 不过他直接开走还跨越双黄线逃逸 最后因为红灯被困在中山路与国际路口前遭到警方前后包围 这时他还想做困兽之斗倒车就往警车方向冲 远警立刻以警棍急破车窗把人拉下车制伏 刚一辆自小客车在受困在车阵中的时候 竟然试图倒车冲撞警方的车辆 远警到场之后使用警棍突破驾驶的窗户 并将他押制逮捕 不想被逮因为夫妻俩都是非法居留移工 5月份有向移民署自首老婆和孩子得每月报到就可以留在台湾 劳工则被要求6月20号要离境 但他没有遵守规定这天跟朋友借车不熟路况而逆向 行机曝光还想逃跑 现在被送到专情队收容将强制遣返越南 TVBS新闻 廖宗信 李鲁桃园采访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